抽出來的脂肪補在全臉上 結果我的額頭就出現蓋化 剝開頭髮 額頭上露出黑色陰影 竟然是個大凹洞 知名帶貨網紅日前到醫美整形 述後發生悲劇 到消腫之後我就發現說 怎麼會有腫塊 我就去回診問醫生 然後他說那你這邊的話 我可以幫你打消指針 之後這邊的結塊沒有削 旁邊的脂肪 因為有補脂的關係 所以旁邊的脂肪就一起削掉 因為愛媒想讓全臉看起來更豐潤 網紅EVA花了十七萬 拿手臂和後背自體脂肪 填補臉部瑕疵 只是術後額頭卻出現硬塊和蓋化 後遺症應該是 如果我都沒有處理的話 他可能永久都是這樣 其實是滿明顯的失敗 手術之前EVA直播帶貨氣場強大 但對比現在額頭東一塊西一塊 凹凸不平 靠臉蛋吃飯的他覺得好沮喪 人家會問我說 你額頭這裡怎麼了 是撞到嗎 還是受傷 算免費的重修這樣子 可是我應該不會再考慮回去 自體脂肪不只是醫美目前常見的手術 其他診所專業醫師認為 這項手術成敗的關鍵點在於 術前評估 患者他本身血液他沒有及時供應過來 這會造成說 有些地方他的脂肪存活下來了 可是有些地方他的脂肪 是沒有辦法存活的情況下 就會造成有一點點不平整的現象 尤其這些地方最容易出現在那裡 想變美不是不行 但術前都要再三省慎 畢竟醫生病人都不希望 艾美的路上會吐槌 3月新聞 張文贤 陳婷如 他也報導